120太黑暗了 就这样是针对我们患者 上车坐地起降 把车牌号拍下来 还是没车牌号 下去咱们把它拍好 咱们能让它好过 我咱们非得把牛肉指败 我就不能让你们这种好 你们这样的事损不损呢 你们损不损呢 你们现在这样做损不损呢 有你们这样的吗 上车之前讲好的价格 然后现在呢 你们上车就漫天要价 你们损不损呢 你们不会遭报应吗 怕不怕遭报应啊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挣这个钱你们不遭报应吗 你们不提前把价格说明 不会遭报应吗 你们当年你们 你们不怕 你一分钱你没收 你收谁钱了你 你上车要四五千你 你说一千多 你上车要四五千你 你收谁钱呢你 我可以花钱 明码标价 讲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但是你为啥不给我说好啊 我都是二一家的 你全国统一家你把将目标 把发票物开出来 我给你这些钱 你啥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给你 下车 下车举报哦 这个事我不告应 我不罢休 我让你们我让你们那行 我必须报告应 好好好 好好 落落落落 咱们都落 你不怕遭报应啊 你这样事的你啊 好 你放心 你不怕遭报应吗 放心 报应不了啊 我干三十年都 放心吧 我一个年没收你 我良心证 行 良心证 你上车 慢点 你上车之前 你告诉我们一声啊 你跟我说一下子呀 我们也能我们也能接受啊 你把发票给我出了 你把那个清单给我了 我二话不说 你啥都拿不出来 你漫天腰下 发票给你拆 但是半夜不能开啊 跟你说好了 半夜我们开不了发票 我说你半夜没有这个服务 没有这个服务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服务 行 咱们下车 咱们必须咱们好 我们现在这个 回到中文医院了 然后我们想办法再 重新叫车重新走 反正也这样 那边这个120的一个车 就是我那个上车的时候 我办好了 他说到五床是一千六 然后呢 现在都说到那个那边 要不要乘五千块钱 太黑 太损了吧 现在都这么没有义德 你们这样不怕遭报应吗 所以就说那个价格的 黑龙江就这么黑暗呢 到五床是那啥 然后下来之后 那到那里肯定就是价格就好啊 然后到车上没有过 这个机器都没有钱 那个机器要有钱 一加下来的话 你给我清单 你给我发票 我二话不说 你什么都没有 漫天要价 上车先转账 拉到一半给我送回来了 行 反正我们人也这样了 我妈她也理解我 反正是 她说她有事 有仪器呀 她现在给你往上加仪器的钱呢 下车 下车第一时间 咱们就把它曝光 咱们 行 我知道你们都不怕这个事 你们上面有人罩着吗 我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权力 我看看你们能不能一手遮天 你看你们能 你给我下证 我看你猫快 咱们谁都别火 她敢不 我现在试试 快点来 叫报警 你看我行 你行 要杀我妈呀 杀人呢 救命啊 这人要杀我妈 她杀人 杀人害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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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杀我妈 杀人害命 我给你信 我一分年不烧你 你杀人害命啊 你知道吗 快点来呀 没办法了 杀人害命 杀人多了 谁救救我们呢 无赖就多了 我告诉你 她说无赖就多了 杀人害命啊 一分年不给 我怎么不给 我没说不给你钱 我给你 给钱转过 救命啊 给钱转过来 说杀哪上的 救命啊 一分年不付我们 杀人害命啊 我们拉不了 杀人害命啊 一分年不给我们拉不了 我给你钱 但是我按着你 当时说的 给钱来转过来 干嘛给 给钱来转过来 现在就转 多少钱你说 现在就转 你说多少钱 3104 行行